卢凯彤最后公开亮相画面曝光!整个人暴受话少藏心事! 记者李敏仪综合报道。 香港歌手卢凯彤五日惊传从高楼坠落身亡,虽当地警方确认身份,但经纪公司迟迟未出面回应。 在他传出意外后,许多业界人士居难以置信,因为近日他曾公开露面过,多数与他接触的圈内人都直说,完全没察觉有异状。 看更多卢凯彤坠楼身亡新闻。 卢凯彤生前最后公开露面。 图翻设字卢凯彤IG,YTV脸书。 卢凯彤五日上午传出坠楼,香港警方证实身份。图翻设字卢凯彤IG。 卢凯彤在三日曾出席陈奕迅在香港举办的续约记者会,他当时还校主和台湾媒体聊近况,并透露预计在年底或明年初推新专辑,同时也聊到首次创作了一首国语新歌给Eason,并收录在对方的新专辑里。 隔一天,也就是四日,据香港《苹果日报》报道,卢凯彤现身将军奥少使影成,担任YTV选秀节目《全民造星》的评审。 当时的他看起来瘦了不少,淡妆,脸上带着浅浅的微笑,整场话不多看起来似乎有心事,和另一位评审李幸迷几乎没有互动。 卢凯彤生前最后公开露面,图翻设字卢凯彤IG,YTV脸书。 卢凯彤生前最后公开露面,整个人销售不少。图翻设字YTV脸书。 卢凯彤生前最后公开露面,图翻设字卢凯彤IG,YTV脸书。 在5日上午传出坠楼消息后,同样是全民造星评审的Eric Kellogg,表示,当天完全没有察觉卢凯彤有异状,整个人看起来很正常,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 他遗憾地说,知道卢凯彤曾患过躁郁症,任何事都有可能会触发,如今发生汗事,愿卢凯彤安息。 而节目的导师马天佑听闻噩耗后,一度哽咽说不出话,他说虽然俩人不算非常熟,但前一天才刚见面,聊天,今天人就这么离开了,一时之间真的很难接受。